那么应以佛圣得度 必定是度菩萨 菩萨无论是全教 是识教 菩萨的目的就是要成佛 既然你的目的成佛 观世音菩萨就可以先佛圣 来跟你说话 佛门评里面 经文说的解略 论言里面就说的详细 这个三十二印生 内言经里面讲的详细 我们把这个诸节念一念 知答三叶之问 应以之言答方便 一叶问言 何以知之一地关机 这就是观机 看看他是什么样的根性 应该用什么样的身份 应该给他说些什么话 随而应之 现身答声也问 说法答口也问 所以如来这一答 将无敬意 这个三问 统统都大幅决满 下面这是引用 愣言经经文 经云 若诸菩萨入三摩地 注重在这如此 静修五露 妙节现缘 应以佛身 应之 大肆寄信佛身 二位说法 可见得了 菩萨献佛身 为人说法 他是有条件的 就是这一位菩萨了 快要成佛了 这个菩萨快要成佛了 他已经入三摩地 静修五露 这个入三摩地 出住菩萨就开始入了 就入三摩地了 也就是 愣言经里面讲的 愣言大地 那么我们念佛人家 礼仪心不乱 入三摩地 就是礼仪心不乱 开始正德 正德之后 并不圆满 所以必须 要静修 那 原教菩萨的果位 你就能够了解 这个 这个 意心不乱了 里面的状况 礼仪心不乱 是从 原教初注到等觉 里面有四十一个位置 通通通 通通叫 礼仪心不乱 在论言里面呢 通通叫 入三摩地 禅家叫 明心见心 明心见心 有这么多位置 程度高下不一样 教下讲 大开圆节 大开圆节 也有四十一个程度 不相同 他必须要进修 到圣节 现运 语言是 圆满 圆满是 等觉了 圣节 现运 是等觉啊 入三摩地 是初注 就是这个菩萨 已经从初注 修行 到等觉 那么他就快成佛了 这个时候 菩萨就先 佛身 二维说法 等觉菩萨快成佛了 你先等觉菩萨 给他说法 不行啊 不是他所期望的 他所期望的 佛来给他说法 这个时候 帮助他一下 他就超越了 就挣得 圆满地 那么底下说呢 应以 菩萨之佛身 得度着 菩萨之佛 这三个字 都是翻译 菩萨翻成中国字 是圆 就是英圆的圆 就是英圆 佛翻成中国字 就是觉 所以 所以称原觉 是我们中国的 这个意思的翻译过来 称 皮之佛 是翻译 皮之佛 就是原觉 原觉 就是皮之佛 皮之佛 有两种 一种叫 独觉 一种叫 原觉 独觉呢 是现在 没有佛法 出现的 这个事情 在这个时候 他 断了 尽私烦恼 正得 天真 涅槃了 所以就成为 独觉 这也不是偶然 佛在经上 跟我们说的很多 孝尘 见到之后 没有见到 不能谈 那不能算 见到什么 孝尘出国 虚头翻顾 你只要正得了 虚头翻顾之后 那么换一句话 你正这个 摩罗汉 断见死烦恼 就可以定一下 进度表 像我们到高雄 我们这个车 如果上来 高速公路 你就可以预定时间 多少时间 一定可以到达 小成熟 只要正在 虚头翻 就知道 什么时候 要正过 罗汉 金山讲 天眼上 人间 其次 往返 就正过 罗汉 如果当他正过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世界呢 有佛出世 有佛法 那么他就是 语言旧 或者是 摩罗汉 或者是 圣文 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世界 没有佛出世 也没有佛法 那么无问 他要不成就的 他还是成就 绝不耽误的 他就变成 读旧了 就变成 啤之佛了 所以 由此可知 见到之后 确确实实是 客气取阵 这个时间 是可以排成 进度表 那么由此可知 对我们来讲呢 这个关键呢 就是 没有上轨道 没有建道 大臣的建道位 就是出诸佛的 小臣的建道位 是虚脱还古 见到而后才修道 修道之后才正道 道都没有建道 谈什么修 没有建道这么的修 怎么不叫盲修下恋 人家说我们盲修下恋 我们一听到就生气了 这一生气 那就是王修下恋 真正修道人 哪会生气 所以经上常讲 霸风吹不动 霸风吹不动 是什么成就呢 小陈旧啊 连建道都不如啊 就怎么算是明白人了 不被外境所转了 有没有建道呢 不建道 这样的人呢 有资格学道 逐渐逐渐呢 往建道位上走 那么在小城 叫出国家 在大城里面呢 就是性慰菩萨 没有到处住 是性慰菩萨 霸风吹不动啊 那个外头进阶风 小小的山山 心就动了 给主说 那是凡夫啊 那个修行 不会有成就的 到霸风吹不动的时候 修功夫 它稍稍得力 有受用 修行功夫能得受用 进阶风越动的时候 这个修行不得受用 古人把它比作什么 佛品啊 水上的佛品 随着这个流水 到处飘到 没有跟着 霸风吹不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自己 能有的主意 不随进转了 可以修到功夫成天 修别的法门 代表力也少 修净土法门 代表力也多 因为功夫成天呢 可以代表往生 到西方基罗世界 再去修剑道 道还没有剑道 当然是能往生西方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法门 这是男性之法 我们应当要击取 那么应以生文身得度者 即兴生文身 二位说法 生文是修四地法 语言诀 是修十二英元法 四地是家 苦及灭道 也必须 这一位罗汉 这当然是四国相的罗汉 快要证这个四国了 快证四国了 在这个时候 菩萨先他的同类身 你的目的是想证过罗汉 我就证过罗汉了 我是再来人啊 说的话他能接受 他没有怀疑 法门也是如此 我们要想修一个法门 我们想修法华 修这个法华经 那一个法师 一生是专修法华经的 他去度他 特别容易 去教导特别容易 为什么 他一点怀疑都没有 他能够尽心 他就在这里 他想修法华 我是个学法言 来我教你 他对我半信半疑 你学法言 你没有学过法华 你怎么能教我 恭敬心给信心都不具足 不具足的 不能得利益 道理的此地 所以真正为了利益众生 观音菩萨 为什么不先一个神 我就观音菩萨 菩萨就可以了 你修菩提佛的 我就说菩萨身份来读你 叫你正菩提佛国 叫你正欧罗汉国 为什么要变现那些身份 主要记住一句话 成功与否 就是敬心 这些菩提佛 他要正皮之佛国了 观音菩萨 他对他不信 敬心不具足 没有十二分的敬心 虽然也敬业信的 不够啊 所以他 这个帮忙的时候 力量不大 那么先同类神 也看到 哦 他修为要想正皮之佛 遇到一个皮之佛来了 静心之佛啊 所以菩萨不得不方便地实现他的同类神 就是这么个道理 为他说法 要说同类的法 他修十二因缘的就要给他说十二因缘法 他修四弟的就要跟他说四弟法 他才欢喜啊 全程肯定地接受 那么他就成就了 这正是菩萨大慈大悲之处 再看底下一段 第二个小段 天王神 你看菩萨要度这些天王 就得给他 以同类身 来度他们 要不然呢 也度不了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 我们的祖四大德 这就是菩萨的分身 利益一切众生 真正能够成就一切众生 真能天就 佛经 从印度流传到我们中国 为我们中国中文翻译出来的经典 只有三千多部 现在我们的大神 三千多部经典 为大众所特别喜爱的 缘分特别深的 也不过百十部而已啊 数量不多啊 五十八年 我在佛光山教书 曾经在佛光山就进一步 那个时候佛光山 有一百多 学生 我就曾经给 新养法师讨论这个问题 我希望的是 一个学生 学一步 看他的程度能力 程度浅 能力差一点的 学小部 部头分量小一点 聪明智慧 程度高一点的 可以学大部 如果一个人学一步 这一百多人 五十八年到今天 十六七年了 那么这个一百多个人呢 各个第一 都是专家 学弥陀 今天那一位 就是摩弥陀佛 住在佛光山 学弥陀的那一位 就是观音菩萨 住在佛光山 今天佛光山 是佛光 普照全球 全世界的人 要学佛法 不到佛光山 到哪里 到佛光山上 我要学米桃金 就请 跟我米桃回去 他说他是专家 他这一步金 学了十五六年了 别的法师 虽然通一切经 讲一切论 你不是专家 对于那个法师的信心 就不具足 而对这个 十九二十年 专供这一步金 他具足信心 他能够成全球 很可惜的 新明法师当年 没有接纳我这个意见 我每一次到佛光山 去游览的时候 都非常感叹 哎呀 这么多年的光影 可惜的虚度了 东西学多了 是一样都不能成 一样都成专家了 有一百多个专家 那还得了啊 不得了啊 我在历届大专讲座里面 都是拿这个话来 劝勉同学们 我劝勉这个责任 我尽到 听不听 他接不接受 那是他的事情 我不能勉强了 那么 当然 当然 我说这个话了 大家对我 敬心 不够程度 为什么不够程度呢 我自己没知道 我自己什么间都讲 什么论都讲了 所以还有人在怀疑 你这个家伙 不怀好意 你什么都通达 就叫我们学一样 还有这种误会呢 我那番好心 跟他错毁了意思 所以现在感觉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 如果不是停下修学 不能停修 我今天把所有经论 统统放弃掉了 专门来学一样 大概我再学十年呢 我的话 你就相信了 早一天相信 他早一天成就啊 迟了相信 他就成就就迟了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应以反王神得度之 即信反王神二回说法 应以地市神得度之 即信地市神二回说法 应以自在天神得度之 即信自在天神二回说法 应以大自在天神得度之 即信大自在天神二回说法 应以天大将军神得度之 即信天大将军神二回说法 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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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萨门神得度之 即信毕萨门神二回说法 那么这个注解 注意自己去看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大意 所以众生根性不相同 志愿不一样 有人发现出家 我想成佛 我想成佛 想成佛 想做祖师 不一样 有些人出家的时候 我想做法师 弘法利生 有些人出家的时候 他发现的时候 我想做师 我来做助持 做当家 我来护持佛法 助持当家 是护持佛法的 就在学校里 他发现做校长 做总务主任 来办事 那个发现做法师 是当教员的 发现做教员的 教书的 教义和科目的 这个在佛法里面 称之为二十里 当校长的 称之为和尚 这是最尊贵的 和尚可以不要讲经 不要说法 但是和尚是 所有课程他派的 老四是他前的 就好像学校校长一样 主持教化是他 他自己可以不上课 但是他懂得怎样教书 如何来培养修证 他有一套教育计划 请优秀的学者专家 来替他执行 所以教育的成败 功德是校长的 不是教员 教员只是替他执行任务 担任一和科目 主要懂这个道理 主师宗师 称和尚 法师是教员 如果我发心做个教员 给主师 决定成就 你学一门东西 怎么会不成就 你要发心做个助持 不容易 助持是和尚 不容易 不要以为现在 有一个寺院 我们马上进山 就当主持了 没那么简单 主持的责任 教化一方 要不然呢 你要是没有教化了 那一进山呢 进那个主持座位上 一坐 那个座位是什么 阿比地狱的 刀山幽地 那一下就坐下去了 完了 比什么都可怕了 好像那个学校的校长一样 这个学校请给我校长 你就认了 结果这么也不办教育 也不请老师 也不照顾学生 几天就要判你刑罚 把你送到监牢狱里去 判你几年徒刑了 一样的道理 所以 主持的责任非常之大 他头脑也有一套构想 怎样叫佛法 弘扬广大 如何领导大众修行 他要聘请人才 教育好当 校长难当 这个公罪是校长的 不是教员的 那么世间有一些人呢 他又不喜欢出家 现在这个竞选时期 有很多人去竞选 县市长 他对政治有兴趣 他喜欢搞这个 竞选议员 立法委员 他对这个有兴趣 所以众生呢 兴趣是多方面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菩萨真正慈悲 你有什么兴趣 他都可以帮助你 都能瞒你这一遍 可见的学佛 并不是叫人 统统都出家了 观世音谱的 没有劝大家都出家了 没有劝 每个人就当大师 当红尚 没有嘛 你想做什么 帮助你成就了什么 这些人呢 他这个志可大了 他人间过往 他都没兴趣 他要到天上去做天王 观世音谱 也能帮得上吗 凡王 就是大凡天王 凡天主 凡天 是世界里面 第一层天 世界第一层叫凡天 第二层叫光天 第三层叫净天 第四层叫复天 这是四禅 那么他一定帮助他修禅定 教他修这个四禅八定 教他修四五两心 才能够真正满他的愿望 到大凡天 去做天主了 菩萨这个时候 要实现菩萨身份 这个人也不相信 你是个出家人 你怎么懂得正直 你怎么懂得 到天上做天王 你不懂这个吗 于是他也现成大凡天王 那我现在是大凡天王 你要想大凡天王 我叫你 他就相信了吧 先同类身 第一层天呢 就是涛利天主 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 这个人雄星 也了不起 他要到 到这个天上 就当玉皇大帝去了 那么观世音菩萨 也能帮他 涛利天 很多啊 不止一个啊 主要是多个佛经 你就想得 所以玉皇大帝很多 不是一个人 在我们娑婆世界 一共有一百亿个涛利天 那么换一块水 玉皇大帝多少个国 有一百亿个 所以你要是单单找这个 涛利天主 玉皇大帝 人家还问你 你找哪一个 玉皇大帝了 一块你太多了 你找哪一个 一本一块 所以这个数量 这很口观点 你要是有这个晕 观音菩萨 也能帮你忙 给你说 上天 十善 十善一道 升天 教你 统一 祝天的 方法 如何 教化 天人 作为了天上的 聪明 智慧的 民主 这个天主 所以愿意自在天生 这个自在天生 越界 第六天 他化自在天 是愿意自在 他一切的享受 都是下面的五成天 来供养他的 所以叫他化自在天 他的享受 逍遥自在 那么在越界里面 他的佛宝最大 观音菩萨 也献他同样的身份 给他说 上天 十善 之法 成就 自在天的 福报 这个大自在天呢 就是摩西 首罗天 是色究竟天 就是第四 禅的天 叫大自在天 自在天 是越界的 最高地层 大自在天 是色界 最高地层 菩萨 世心 摩西 首罗天王 的人分 该说 给他讲 四禅八地 四五量心 修到了 圆满了 果报 在世间 最为 殊胜 这个世间 是讲三界 三界之内 无比的 殊胜 得 大自在天 的果报 天 大将军 也有一类人啊 有这个志愿 有一类 这个年轻人 他看到 这位军人呢 很有兴趣 他志愿将来 做个 做个军官 做个将官 看到这个 这个 这些 大将啊 非常的威风 威武 同理那么多军队 他对这个 很有兴趣 你对这方面 你对这方面有兴趣呢 那菩萨就献天 大将军神 来教导你 等于是也教给你 兵法 教给你如何 我同意 这些 这些 兵队 天大将军 除妖将福啊 保护 世间的 国度 上上 法无 是 第一类 天大将军 是以 魏陀菩萨 为代表 魏陀菩萨 所实现的 就是 天大将军 那么经里面 给我们 说明的 这个四大天王 每一位天王 都有两位 大将军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四王天 一共是有 八位大将 上手的 就是 魏陀 那么还有啊 人 发心啊 做天王的 天王是 同理 鬼神 这个 这个 印一 毗沙门 毗沙门 就是四天王之一 北方 多闻 天王 那么 确实 有这些人 常常 跟鬼神 打交道 你比如 有些外道 一时 鬼神 像这个 嫁及 扶乱的 他们常常 跟鬼神 打交道 但是 他不了解 这个道理 他 跟鬼神 打交道 一切是 听命于 鬼神 鬼神 叫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他是 鬼神的 部下 他这个 志向 不大 如果他 发个大心 鬼神 有这么多力量 我去当他们 同物 我来管他们 如果你发了 这个心 观音 福萨 也能帮助你 叫你去做四天王 你去 同灵 鬼神 为鬼神 当中的 大同物 叫一切 鬼神 听你的 不是你听 他的 可以给你说 同灵 同灵 鬼神 的 法门 叫你在这个里面 修这种 福德 那是四天王 是大 负责的 鬼王 对上 他能伺候 一皇大帝 对下 是同灵 一切 鬼神 这是四王天 他是佛门里面的 护法 护持 众生 过度 观音 福萨 也有这个能力 视线同灵 一身 帮助你成就 这一段经文 给我们 许许多多的 启示 佛门 广大 无比 这不是一个方法 来教化 一切 这是我们 必须要 记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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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